龙婆便出生佛丽2476年11月16日 师父出生于商人家族 拥有自己的家族企业 经济情况在当时算是挺不错 龙婆便曾经有缘跟随母亲 拜访过龙普曼尊者 可是当时年纪太小 并没有机会和龙普曼正式学习 不过在偶然的机会下 龙婆便遇到了阿赞里 阿赞里看到龙婆便对禅秀有兴趣 便叫他去找一位龙普曼早期徒弟 龙普曼向他学习 这就点起了龙婆便对佛法的兴趣 开始照着龙普曼所教的自己修行 他也经常陪伴母亲到庙里供养比丘 也慢慢生起出家的念头 龙婆便于是要求母亲让他出家 不过母亲不肯 龙婆便只好暂时打下出家的念头 继续在家里帮忙 后来龙婆便的父亲过世 这时他再次要求母亲让他出家 为父亲积功德以尽孝道 母亲终于同意给师父出家 但只限他出家7日 龙婆便刚出家不久 就喜欢上出家的生活 决定一心学习佛法和修行 以达到涅槃的目标 所以龙婆便就开始把精神专注在禅修 他对自己说就算需要牺牲自己 也无所谓 就把这当作供奉给三宝 出家后的龙婆便会经常去拜访龙普棚 向他学习和求指点 在一次的坐禅时 龙婆便看到龙普棚化身在他前面 直接传授佛法给龙婆便 接下时 龙普棚也会定时亲子 来到龙婆便的庙里给新比丘们 开示和解答禅修的问题 接下完毕后 原本应该还俗的龙婆便 选择离开寺庙开始苦行的生活 龙婆便沿着山路 最后找到了阿赞砖 龙婆便看到阿赞砖的修行方法 让他非常的佩服 虽然只能短短的和阿赞砖会面 不过龙婆便看到了阿赞砖的修行方法 让他感到非常的满足 也充满了信心 遇见了阿赞砖之后 龙婆便就决定继续行脚 寻找一个宁静的地方禅修 龙婆便离开后找到了一间旧庙 这间庙年久是修 但是龙婆便觉得这里非常适合修行 于是住了下来 原来这间庙就是当年村民 为龙普曼而建的庙 由于太久都没比丘住 之后就被荒废 龙普曼离开这间小庙时 吩咐了村民要好好照顾这间庙 因为以后将会有高僧们经过 和住进这间庙为村民带来利益 住进这间庙后 龙婆便便逐渐地把庙整理起来 成为一间适合比丘和居室来修行的地方 目的就是为了能让更多人 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和禅修 这样一来能带给信众更多快乐和减轻生命中所遇见的痛苦 龙普措曾经说过 龙婆便在前世是为修行极高的鲁士 今生回来人世还具有前世修来的福报和修行成果 所以今生学习禅定 非常容易上手 龙婆便师父源寄于佛力2561年 享年84岁 出家59年 点个关注 带你了解泰国南传佛教